民间爱心要来帮助弱势新北市金山财神庙慈善会 捐赠了新竹县一台全新价值120万元的富康巴士 要来协助载送身帐朋友以及250万元全线第一辆 大量伤患处置用救护车将能够在第一时间处置提高急救成功率 全新的救护车和富康巴士全市新北市金山财神庙慈善会 被添购捐赠给新竹县的县长杨问科代表受赠 在县府举行捐赠仪式 新竹有一个偏向地人交通不方便的山地 所以我们就监了一部富康巴士 还有下方车新竹县也需要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就监了 这些都是财神也的负责 所以各位要感谢要感谢财神也 我们只是替他做事而已 赠与车辆 县府则回班感谢琉璃 肯定金山财神谬慈善会 从2010年开始 发愿每年捐救护车祸富康巴士 帮助全台偏乡城镇 新竹县受赠两台 是捐出的第18及19号爱新车辆 120万的富康巴士 能赠送身帐者就医就学就业 外出时有安全无碍的交通工具 而250万元的救护车 更是全线第一台大量伤病患 处置专用救护车 配有三合一氧气组 烧伤包 血氧机 保温坛等 消防局也现场模拟大型事故的救护 非常地荣幸得到他们的这个捐赠 这些救护车跟富康巴士 可以带给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 当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到 所以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常讲 这个敏据人群 虽分合 生合分文 亦是福田 乐与人善 虽然知言片语 也是良药 善就是人间的福泽根 富康巴士目前全线有34辆 累计服务88万人次 明年将再增到36辆 能大大帮助弱势 加上全新救护车 更能提高急救成功率 让民众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